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在2013年因为整个的全球的市场都是资金充沛 这个也是受到美国的QE的这个benefit 其实有很多的国家像英国也是印钞票 这个只要是一个国家开始了做一件事情 别的国家不做经济就会受到影响 那但是自从2014年呢 要开始慢慢缩紧把这么充沛的这个市场上面的资金呢 也许大家心里面想说资金的市场在2013年投在资本的市场 那么对于2014年的房地产会有什么的影响 因此呢众说纷纭 很多人都说2014年全球的政府都要联合起来打房 但是有的事情呢打是打不住的 比如说上面有政策老百姓就有对策 那美国是一个制度非常透明化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呢还是有很多外国的公民 比如说加拿大人澳洲人 苏联人中国人都是到美国来买房子 在这个时候呢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用现金买 因为有很多local的buyer 他们都是要贷款的 因此这个loan pre-approved letter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loan broker的写一封信 来给这个buyer准buyer来买房子 就变得格外的重要了 是是是是 所以我们现在先讲一讲 2014年来讲呢 就是说在今年来讲 我们所看到这个整体这个趋势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认为 就是说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来讲 利息呢有一个比较大的程度这个上涨 它主要是反映出就是说 大家对联储籍的这种加息的这种 这个pace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看法 联储籍的方面的这个看法呢 是讲的接近很明白了 就是说基本上在2015年之前 年底之前呢不太可能有这个涨息 甚至会保持着更久一点这个时间 包括失业率呢 哪怕降到6.5呢 也并不代表联储籍要急着要加息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就是联储籍呢 基本上是尽量去安抚这个市场 让大家知道这个加息这个时间呢 并不会这么快来的这么急 虽然Tapering已经在做中 正在进行中 但是并不代表加息这个步伐会更快 那这意味着 从联储籍的这个讲法呢 意味着很可能这个低利息政策 会保持到甚至超过2015年 从我的理解 甚至会超过2015年都有可能 但是呢市场上在过去这段时间 这个表现呢就是说利息这种加速 其实呢基本上已经反映出就是说 2015年的年初的0.25的利息到2015年年底的 2个%的这种加息这个幅度 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 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体现啊 尤其在反映在以前传统上来讲 我们所看到失业公债这个利息 涨的幅度比较高一些 五年呢相对来讲比较温和一些 甚至没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动 在过去这段时间这个涨的这个幅度呢 我们可以看到五年固定涨的幅度 虽然我们看失业已经涨了蛮多的 但是五年呢涨的这个幅度呢 其实是超过了这个失业公债 所以大家没有太过留意这一点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 这五年公债涨的这个主要原因呢 是在于呢市场上普遍来讲啊 就是说一个比较大的consensus呢 就是说联储机会在2015年加息 就等于是今年我们要看到 今年这个2015年要加息的话呢 是意味着是什么呢 在今年这个经济呢 要发展到一个佛乐的这个程度呢 让市场上觉得联储机 没办法一定要被比较加息 不能不加了 不能不加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是充满一个乐观的这种情绪啊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股票市场也基本上反映出 一个乐观的这个情绪 所以这一点呢 疑问啊 是说经济是好转啊 但是我比较倾向于认为 今年这个经济很可能会 没有七年来的这么好 七年一个好的这个 这个涨的这个幅度呢 很大程度是由于房地产所带动的 当然现在来讲 普遍来讲也很多人认为呢 就是说我们所看到这个 新屋开工历啊等等的这些呢 都是一个过去这个 从2008年以来的最高峰啊 这代表这个房地产这个乐呢 会延续到明年 甚至乎比今年来的更乐 按照现在市场上 所代表这个信息啊 我个人这个看法呢 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我觉得今年这个房地产 这个市场呢 可能这个涨的这个空间 是相对来讲比较有限的 甚至乎搞不好还会跌一点 也不出奇 所以呢 你讲的是全国的 全国性 全国性啊 全国性啊 因为Bay Area这个 这个地产来讲呢 是一个非常地区性的啊 就算Bay Area来讲 其实也不是一个 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表现 所以我们不能讲 一个地区性的这个方向啊 我们只能讲 贷款是讲长期的 全国性的 因为美国的这个银行的贷款呢 它不是因为你的地区不一样 而给一个不同的program啊 给不同的这个利息 贷款是全国性的这个贷款 对啊 那请天长来回答我那个问题 所以准买方要去买房子的时候 找一个loan broker 拿好pre-approved letter 到底有多加强了自己的竞争力 好我们现在再看一看 现在这个房地产 买卖这个房地产 主要的这个贷款方面是怎么样 这个进行的啊 在买卖房 应该是买房子这个过程中 大多数的这个情况之下 是一个这个买家的经纪人啊 带着这个客人去看房子 那在没有买这个之前呢 一般来讲经纪人都要求 这个buyers 要出一封这个银行的这封信啊 那这个信的这个取得呢 其实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通过就是说 银行直接给你这个pre-approval 第二种是通过我们的broker 给你的 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listing agent呢 不要broker这封信 那所以在broker 这个我们做 或者是要broker 另外一封信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说这封信 是银行核准的 我们会附带的这个 这譬如像我们broker 是通过哪一家银行 我们会specify 这一家银行 我们有一个叫做 deal running run的一个 这个 deal running的这种report 附在一起 那这个才有 就是desktop underwriting 更有具有公证力 更有具有公证力 所以在broker出的这个pre-approval 这方面来讲 我们都会附加的这个银行 本身的这个approval 跟着一些上期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公证力 其实呢 并不输给银行直接贷款 但是呢我们毕竟要区别 就是说跟银行贷款 跟还有通过这个经纪人 这个专业经纪人贷款 还有通过这个reaster agent 去介绍这个客人这个贷款 毕竟我觉得还有一定的这个 程度上的这种差异 这差异呢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 通过经纪人好处是在意呢 就是说我们帮助你做shopping 帮助我们客人做shopping 因为呢 我们要知道不同的银行呢 其实对于买房子来讲 都有不同的这个incentive 但是这个incentive 最大最少呢 其实要通过我们经纪人好处是在意 我们帮你去分析 帮你去挑选 根据你的这个状况 有的人当payment比较少一点 百分之十啊 或者是说百分之 我们讲的现在很多人 有的人百分之十的这个贷款 百分之二十啊 甚至百分之三十五 甚至百分之四十的投款 银行给出这个incentive 都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包括就是说 以前我们讲的百分之八十 以上的这个贷款来讲 一个贷款来讲 很多时候我们的客人呢 要求是要付这个PMI 这个private mortgage insurance 但我们发现现在可以不用付了 这百分之十的投款 都可以不用交这个 这个private mortgage insurance 那这方面 这个对对对 对很多人来讲 其实是一个帮助 当然这个反映在这个利息上面 这必须要加在这个利息 利息上面 那每一家银行 加这个利息的这个幅度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方面来讲呢 这个通过经纪人好处是说 我们帮你去挑选 一个对买家最friendly的这个 这个条款 然后呢 利息呢又是在最competitive的 这个range里面 这个方面呢 我觉得我们专业经纪人 相对于银行 独家银行来讲 有的好处是我们提供一个挑选 提供一个帮你筛选的这个过程 是 那我从这一段呢 中间就听到Kendra 给我讲的重点就是 当一个准买方去买房子的时候 只专业的loanbroker 出示的这张pre-approved letter 有的卖方他还更挑剔 还更苛刻 他要知道这一封信呢 是有一家真正的银行 back the buyer up 这样才具更有公正力 那接着又有一个情况发生了 就是在买房子的时候呢 这个带自己带买方去买房子的 这个经纪人呢 房地产经纪人 他说来来来 我给你出一封pre-approved letter 对于有一些 不是那么sophisticated的准买方 他并不知道这种方式呢 是远远的被一些卖方 或者是卖方的agent 并不受到重视的 这个我想也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讲清楚 好的我们现在 基于时间的问题 展示进一段工商资讯 回来以后就这个话题 我们再进行讨论 天爪锅是今天我们的嘉宾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